华为Mate 30渲染图过光 采用挖孔屏加后置五射设定 华为近段时间以来承受了不少的压力 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大众对华为加来的心机也是充满了期待与担心 而近期外媒上就过光了一组 疑似是华为Mate 30的手机渲染图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消息 在外观设计上 首先该机采用了挖孔全屏方案 具体是屏幕左上角的位置开孔 且为开孔单摄设计 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全面屏 对于华为Mate系列来说是个小小的遗憾 毕竟对于高端系列来说 消费者还是更加期待真全面屏的 机身背面的设计 与先前曝光的苹果后置三摄 有一举同工之妙 都是举行模组十分的显眼 但是相比于苹果新机的后置上头来说 这款华为Mate 30的后置上头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途中可以看到 该机的后置五个摄像头 云一颗LED闪光灯 并列呈现双数排列分布启动 机身整体来说 颜值一般 正面拥有超高屏占比 但是没有做到真全屏设计 背面设计上只能说 所有的华仨摄像头都是有满满的槽点 具体参数信息却为曝光 但该机有望搭载70985芯片 这段时间有效一程 华为正在研发自家的铬蒙系统 我们也将试试一带